大家好 简单说一下这个前面半个月的一个这个情况吧 这一波上涨主要就是美国通胀见点后 然后加上这个就业率呃数据和这个工资呃薪资增速下降 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能的软着美国经济软着陆的一个交易预期 可以看到黄金呃纳斯达克美股 然后都已经先提前涨起来了 其实大饼这一波它是一个补涨 嗯它是个补涨为什么会是补涨后面我会详细说一下 嗯这一波做的主要就是一个美国软软着陆的预期 呃从宏观经济上来讲的话 宏观上来看的话呃今年年中或这个三季度对美国经济 概率比较大的就两种情况一种是软着陆然后通胀压下来了然后那个失业率没有大幅上升 美国经济就是呃甚至说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说避免了一个衰退直接压低了通胀这是第一种情况软着陆 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一个浅度的衰退这个浅度衰退通胀会先被压下来然后失业率会上升一些但是不会特别的 就是特别的高失业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呃银行啊啊然后呃这个房地产啊各种金融机构他们的资产资产资产负债表也会比较的良好不会产生产生一个金融危机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浅度衰退呃大概率是这两种情况呃我然后深度衰退的话目前来看不是很现实因为呃 从银行的资产资产负债表和和美国的这个这个经济状况来看的话呃没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还都比较健康然后然后也不像08年那样有有这个房地产非常大的一个泡沫投资泡沫在里面所以说呃深度衰退的情况应该可以呃是非常小概率的应该可以是排除掉 呃然后聊一聊这个大饼为什么为什么最后涨呃因为大饼的话嗯从这个资产定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估值类的资产 嗯就是说我们持有大饼本身不产生任何的股息然后大饼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盈利情况所以说从资产定价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和黄金是一个性质的啊这里我说的不是说这个它的这个物理特性啊 而是说这个金融定价的角度它和黄金是一个类型的这种估值类的资产呃相同呢还有呃美股的这个云记算股然后一些创新药生物科技公司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呃未来的远景很好看很美但是当下不产生利润当下不产生利润 我们叫这个在在这个在这个资产定价领域的我们叫它估值类资产嗯 为什么说这一波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这一波大大大饼是见底了一万五千五大就是底呃上个周大饼拉起来以后然后更加就是更加更加证实了这个这个观点呃我们可以看在美国这个呃就是11月初的时候 出来了cpi数据然后后续又出来了就业数据那个时候黄金已经见顶了啊已经见底了做了一波大幅的拉升呃而大饼是11月底左右才开始拉升的呃为什么啊为什么呃从这个机构资金的角度来分析啊呃如果你管理一个很大的很大的那个基金 然后你看到了美联网美国这个软着陆的这个预期你想做这个预期交易 你会想买什么资产 第一个选择肯定是黄金啊衰退过后的这个经济复苏重回放水 第二个选择美股啊道琼斯纳斯达克 然后买完了以后如果还有剩余的资金你会买什么呢可能会去看一下这个新兴市场中国越南印度啊这些这些股票 然后当这些股票你再买完了以后 他们都已经涨上去了盈利空间不大了你会考虑什么票 可能看一看这个时候会发现哦还有数字货币加密货币啊 所以大饼在这个估值类资产里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后周期的资产 就是说它是补涨 我提出这个观点呃还有一个佐证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二零年呃十月份左右就大饼开始拉升的时候 那个时候黄金美股都已经还有大宗商品都已经呃提前涨了一两个月了 提前涨了一两个月了呃其实加密货币是最后涨的 它作为这一种这个小呃另类的小众资产 它起涨的时间会比较晚也就是说有一个补涨的情况 然后它的高度也会比较高因为这个呃另类市场的体量比较小 呃传统市场的稍微进进来一点点钱就能让它这个大幅的拉升 呃所以就基于这个这个这个情况 然后就呃然后就这个对这个大饼加密以大饼为代表的这个加密货加密货币资产 呃资产我们定义为就是估值类的后周期资产 嗯所以说这个行情这波行情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行情 我是从现在是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情 为什么你去看黄金黄金有没有涨停 有没有有没有就是智障智涨不动了 现在黄金势头还比较猛 可能接下来会稍微做一个震荡横盘再会往上走 嗯黄金不停的话大饼很难停下来 嗯这种资产轮动的效应 到最后会有一个极致 这个极致就是说呃这种新兴的另类市场会先涨 反而是传统那些资产涨不动了 然后到最后这些新兴的这个呃新兴市场 这个这个这个领域这些小众资产大饼啊以太啊 他们比黄金涨得更多涨得更快先零涨了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周期的这个小周期的一个结束 这个小周期的一个结束 嗯我前面是从了这个呃传统资产和这个加密货币资产的这个领角度来讲了这个 这个资产这个叫什么资产之间的这个关系 轮动关系 然后这个情况在加密货币资产圈子里面也有出现 呃我们牛市的时候可以经常看到 一般是大饼以太领头先来一个大阳线爆率拉升 然后然后又轮动到了这个公链币 公链币然后二层二层代币 然后游戏NFT轮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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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市场上发现没有什么可以变 就是都拉的比较高了 最后可能会去拉一下这个末日战车 EOS和ETC 当大饼和以太都横盘的时候 然后末日战车们开始启动了 那大家可能有这个在这个市场里面待过一两年的都知道了 就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 这个嗯 这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估值类资产 估值类后周期资产的一个在这个加密货币圈子里面的另一种解释 我讲这个讲这个估值类后周期资产的原因就是说 你嗯即使我们不去做图表分析啊 然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你就盯着黄金就行了 什么时候黄金日线一直在横盘正当 一直在横盘正当 然后大饼以太一直在涨一直在涨 这个就很快的就是这个这个周期的短周期的一个结束了 这是从这个宏观宏观节奏节奏的一个角度来讲 然后具体到当下的话 这两天其实已经就是很多人应该也都看出来了 从这个持从这个持持仓量呀 然后从这个嗯 从这个多空情况啊 挂单挂单来看的话 清算数据来看的话 这两天已经是多多头已经是比较弱势了 嗯 预计接下来接下来四五天会做一个日线的一个横盘正当吧 然后嗯 我的观点是不会走的太深 这个日线可能很难到一万九以下去接你上车了 啊 因为大家也看到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一个底部 嗯 出来以后连续拉四五天 远离脱离底部做出来新的平台 嗯 然后短期招期的人可能会在高点进入被套一下 被套一下 然后经过经过一个四五天的震荡 可能有些人又会扔下出马 这这一轮从图表上来分析的话 我投一下评 它其实是一个月线上涨 嗯 我说是底部的原因 可能图表分析只占了百分之五六十 让我真正在呃真正有有信心在群里边说它就是底了 可能红红红上更重要一些啊 这就是一个月线的下跌了 结束了 月线画上画上什么颜色 粉色吧 哎 我们周图表看吧 周线两个中枢啊 这个地方被持啊 这是纯技术的角度啊 如果如果你知道这个地方长的原因的话 其实呃 技术面你用什么方法都是可以去发现机会的啊 就是这个我们用什么技术图表分析的方法并不重要 这个东西其实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对宏观的分析对宏观的理解 然后短期到现在的话 这一笔日线上已经 历劫了 我说历劫就是有一些这个微观的分析方法 这个每个人也都有 可能有些人等跌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跌完了 也可以啊 都可以 但是这个呃 自己的交易技术比较好的话就可以做的比较细 差一点的话也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情 那可能这么做一下 它会上去 总之这个我们周线的橙色这一道线都都没有走完呢 橙色没有走完 然后下面就到了我要说的这个上车时间 呃 如果想上车的话 什么时候会上车 没在车上的话 它会有一笔周线的回调 这个周线的回调呃 技术上是肯定有的 然后宏观上肯定有相关的因素配合啊 会是什么事情呢 呃 我能想到的啊 第一种就是这个美国还是这个呃 我们到这个地方交易这个软着陆预期前面说的交易 交易软着陆预期 然后出来一些数据 然后被证伪了啊啊 不要紧 这个交易交提前做提前埋伏进去做这个预期交易的人已经赚钱了 我们就是该指引指引该领钱拿下走人 然后市场会进入一个衰退预期 衰退预期的话 如果是浅度衰退的话 他一定是次低啊 一定是次低啊 包括纳斯达克都是纳斯达克 然后还有这个木头节的那些 啊 arkk基金那些东西都是一个次低 这个次低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嗯 可能关注关注这个大理资产投资的人 投投投投投的人都会发现今年是个投资大年 很多人都在等着二三季度去抓一个这个上大周期上车的机会 嗯 这个浅度衰退就会有迎来一次非常好的上车上车机会 那如果你是深度衰退的话 那我们就不说了 深度衰退小该里有时间 真的是太小了 然后第二种情况 我前面说的 再呼应一下前面说的 嗯 如果是软着陆的话 这个地方他不会给那么明显的上车机会啊 这个周线会走的更长 可能 可能 日线中枢 日线中枢紫色的这个日线中枢可能会做在上面了 就可能这里会做的更高 然后一直往上走 使这个周线走的特别长 然后快速就拉伸上去了 这是图表上的一个分析 所以说你说上车机会机会的话 如果你实在着急又迫切想持有一些现货 你在日线的回调跌的差不多了 你我当时在群人简单说了一下 就是你跌破两万一万九左右 自己可以看着定投一下买一点了 然后如果你是呃 觉得美国一定要衰退 浅度衰退的话 你就等浅度衰退 如果不发生浅度衰退 你也不上车了 无所谓了 那你就等这个周线 这个周线一般会跌四五三四个周 四五个周 日线的话 一般会跌至少四四五天啊 这个都是至少啊 可以这个时间可以那个更加延长 嗯图表分析只是一个这个形态上的东西 最后的本质还是因为这个市场的多空博弈 然后宏观的这个事情的发展啊 图表分析 其实就是你用各种方法 其实包括数浪啊 你逻辑比较清楚 能数得清楚 这个开始结束 能分得清几笔啊 你画趋势线啊 都可以 都可以 哦 这个地方 你看你画你画趋势线也出来了吗 对吧 趋势线 嗯 我不是很喜欢拉趋势线 因为这个东西太未来函数了 你你拉出来以后 你也会发现 哦 确实破趋势线了 还差一个回彩 做一个这个 叫说呃 ABC是不是啊 ABC ABC傻则 然后你就可以上了 都可以 然后你再直接一点了 你直接看这个清算数据 报仓数据啊 挂单 不过这个 这两个维度 我觉得是比较短周期的 所以说这个图表分析不重要 重要的是理解我前面说的宏观的因素 宏观的因素 就是我们实际啊 你要是做宏观上的大周期交易 我们都是在做一个预期投资 我们都是在交易未来 呃 为什么很多数据出来了以后 它明明是个利好数据 反而它跌了呢 因为提前做预期交易的人下车了 只赢了 我们获利了结 就是如果你是等这个事情真正已经发生了 再去上车的话 这个时候你肯定已经是在半山腰以上了 这是肯定的 最安全的地方 其实是在 呃 做做预期 两个两三个月之前 做预期的这个 这个这拨人 他们的这个获利空间是最大的 然后这个安全垫也是足够厚的 嗯 现在的话 你要说这个美国通胀还没见顶 我觉得 嗯 确实是 可能可能是思考的方式 确实确实不太一样 嗯 在我这边的话 其实我十月份的分享也说了 那个时候是通胀的一个二阶二阶岛的拐点 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去做预期交易了 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性通胀已经见顶了 啊 就是我们我 基本上你做宏观交易的话 你不会去等到百分之九十百分之百 真的啊 我们回头一看 哦 原来十一月份真的是顶啊 赶快冲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涨了四五个月了啊 就是做预期交易 然后预期交易的话 一个特点就是说 我们已经可见的宏观数据 啊 比如说什么缩表 比如说什么这个 呃 加息幅度 这些东西只要是 主要是他在计划内的 那他就已经price in了 很快很快 为什么 就是这个计划一旦出来 那市场上 市场上全都是聪明人啊 啊 华尔街的这个精英们 这个长青堂的这个高材商们 他们会用各种模型 各种算法给你推演出 未来半年 未来一年 未来两年 美国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 美国经济的状况啊 市场上还有都是美元流动性的状况 这些东西都会算得一清二楚 然后可能在一个州之内 然后这个信息 这些研究的报告 分享的信息就传遍了这个这个金融机构 再从金融机构 传播到这个这个这个企业家 企业家实业家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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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O啊 这个这个董事长的手里 就大家都会形成一种预期 所以说这个事件是发酵的很快的 发酵的很快了 已经知道 已经知道的事情 计划内的事情 我们其实是可以认为是市场已经price in了 当然如果你是另一种投资风格 就跟这个嗯 塔布洛一样专专门就做黑天鹅 我就做黑天鹅 我五年做一次大的 八年做一次大的 那可以就是专门去找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的所谓的错误吧 啊 其实我的我的我个人的投资理念来说 市场没有错误的时候 市场永远是对的啊 即使就是说我们做这波美国这个软着陆的预期 它是它没有软着陆 但不代表我们没挣钱呀 那这一段空间不就是钱吗 对不对 就是做预期 等等下一阶段数据 每你等你随着每一个宏观数据的 未来的一项一项数据的披露 又会有新的新的预期 就是我们永远是在交易几个月之后的情况 嗯 而不是现在 嗯 就好比说如果你看好大饼 你看好去块链 所以你会囤现货 如果你觉得这个圈子都是这个区块链骗局啊 都是些这个这个sbf这种人渣啊骗钱的 那你就做空对吧 你本着也是在做自己的一个预期交易 只不过这个这个预期会比较更长一些 更长一些 啊 可以大概就说这么多啊 就是那个就是说那个制约通胀的因素啊 嗯 半个月前两个周前 然后发布的那个就业率的这个数据和这个薪资的情况 嗯 那个时候薪资的那个增幅已经下降了 所以说它是呃 这薪资的增幅下降 然后就缓解了 缓解了一个这个薪资通胀螺旋的这么一个预期 薪资通胀螺旋会制约这个通胀的下降速度 甚至说会会让通胀再往上再往上走 嗯 这个数据出来以后也是直接点燃了一波行情吧 可以从那个数据出来以后 然后没过几天 很快就所有市场就已经各个资产已经 已经就是拉起来了 嗯 在在就是未来未来几个月的通胀还会 应该还会再跌一跌 因为呃 这个住房成本这个数据 它是目前联储用的数据是有滞后性的 它滞后了一两个季度 我们都知道都知道这个租房子啊都是年签 几年签 呃 随着这个新的这个租房呃 租房合同购房合同签出来以后 它会有一个一个新的一个情况 目前这个住房数据是滞后的 然后呃 医疗保健的数据在今年会采用新的一个统计维度啊 这个新的统计维度也会跟去年的数据有个大大幅的下降 目前这些东西还没有发生啊 所以这个通胀还会稍微再跌一点还会再跌一点 然后可能会保持一个高位横盘呃 至于联联储加息联储加息的话都是按计划来的 现在也也都是25BP上到50BP都很难了呃 唯一的一个悬念就是说他会在这个高利率维持多久 维持多久呃 现在这个买方都是在做这个联储会提前发表这个转向的态度 态度啊 而而不是直接就是到那个转向那一步了 他只要有有这个提前这个转向的态度的话 可能就对这个风险资产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解压释放了 嗯 再一个就是说牛市我们说的牛市啊 嗯你说嗯你什么时候才能判断牛市来了 可能已经牛市长了长到半山腰了 大饼冲从5000涨到了3万2万8 你可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可能可能发现牛市来了 但实际在呃二零年四五月份比特币还在四五千的时候 那谁知道牛市来没来对不对 谁也不知道这样都是呃 跟着根据数据根据盘面一点一点做自己的交易 做自己的仓位用仓位去表达自己一个观点 然后跟着行情走 嗯牛市要来的话自然就来了不来的话你也有了货里空间 如果等那个全很明确了大家都一致判定牛市来了那个时候 至少是半山腰再往上了啊 已经是20年12月份那个阶段了 因为确定性事件一旦来了以后长得会非常快 非常快 ok就这么多 我补充一下啊 我我不是说这一轮大饼就是能到六万七万到十万那种牛市 呃我可能更类比于19年那种反弹 你看那个19年那一波反弹的话也是有一个百分之百分之一百的一个翻倍的程度 当然以现在大饼的体量可能要翻倍还比较难 但是我感觉摸一个三万左右还是不难的 就是 事后你我们再去定义的话 看怎么定义了 反弹也好牛市也好 反正涨幅在哪 然后上涨的时间在哪 空间也在哪 啊 是不是牛市这个名字不重要 大家刚刚都有提到这个可能这个国内的经济的话 在二三年会有一个这样的呃上升 那么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这个呃 现状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嗯国内的经济支持是否会推动这个牛以前回来呢 嗯这边斯大夫老师方便先为我们解答一下吗 我觉得国内的牛市就是国内的牛市跟国外 国内的牛市相当于恢复啊 就是国内经济相当于恢复 恢复到这个疫情 嗯可能会比疫情之前要差一些吧 因为经历了三年这么久 但是我觉得国内这个经济属于恢复 它不属于那种 嗯那种牛市的那种定义 然后其实因为现在呃 呃美国随着美联储的加息 嗯然后美国经济又相对呃比较疲软 对我们国家首先三驾马车里边的这个 这个消费会呃反弹的比较长一些 剩下的我觉得呃我觉得2023年中国经济可能是一个呃是一个恢复期 嗯大概是这样的 我先说吧 嗯目前A股其实是在做这个预期交易啊 还是还是做这个付苏的预期交易啊 就A股其实是全球最卷的市场 就是比较大比较大体量里边最卷的市场 他他的交易难度比港股美国 在在难几个数量级 因为大家一起打的非常的提前 可能都交易到七八个月之后的事情 然后稍微涨一涨 然后稍微直接就卖 就边涨边卖边涨边卖 涨到顶上都已经没仓位了 甚至是负仓位了 所以这个到底而且中国中国的这个经济啊股市啊比较难做 因为他没有这种 没有那种就是说纯资本主义角度的那种信息披露的机制啊 就是透明性还差一点啊 就是可能政策这个风向转转向也比较快啊 所以这这这都导致了大家做的比较绝 就是预期打的特别足特别足 强跑的也特别厉害 然后提前偷跑的也特别快啊 具体后面到底能不能出来牛市 这个要看这个领导的意思啊 放不放不放水 就是然后啊 社会经济恢复的实际数据怎么样 就是下一阶段就是说 看我们的实际的这个盈利情况 企业的这个情况 到底怎么样 需要一个这个政委的过程啊 但是前面的预期交易 在中概股和港股已经已经已经做满了 基本上已经做满了 打得非常快 如果如果对于我对于我们币肯有什么影响 那我觉得就是可能中国如果说经济很火热啊 复苏很强 它会不会导致那个大宗商品的上涨 像油价之类的 它会不会反而会推高美国的通胀呢 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考虑的 就是呃 跟币圈相关的啊 就单独看国内的这些市场 我可能就不太懂了啊 我主要是看着跟币圈有关的 所以美股这一块看的比较多 我我我的答应就是说 如果中国的经济很火热 到时候会把那个大宗商品会推高 反而会影响到美国的通胀 呃我再补充一下啊 提到这个通胀我又想起来了 就是美股要是衰退的话 其实衰退影响的是这个公司的盈利啊 公司的净利 嗯 更多影响的是权益类资产 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大饼 其实是一个估值类的资产 嗯 它今年的走势应该 就是更应该就是 结合的可能和黄金会像一些 嗯 很有可能出现短暂的大饼不跟跌 不跟美股跌了啊 因为去年跟美股提跌的 是因为大家都在杀估值 所有资产都在杀估值啊 呃 资产定价嘛 两种有有两个大的维度 一个分子端的盈利 然后没有盈利的资产 就是只看分母端的估值啊 权益类资产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股票 它是有分母端的估值 又有分子端的盈利 这是两方面 但是黄金这类资产 包括这个这个 呃科技股 然后这个这个 云计算 然后生物生物医药这些 就现在都不挣钱的股票 他们也只有估值 只看估值啊 所以一个传导逻辑 基本上就是你看美元跌了 然后黄金先会涨 然后随后是美国的鱼计算股票 然后生物生物医药科技 呃科技股 然后再涨 最后再轮到这个数字货币资产 大概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轮动关系 这么一个轮动关系 所以如果是浅度衰退的话 还很有可能大饼真真的跌的不多 真的跌的不多 除非是这个衰退 影响了这个资金的流动性了 哦 你是一家基金公司的这个经理 你发现这个市场已经在恶化 大家都在拿钱跑 那你肯定第一时间 先会把这些这个编辑资产 数字货币什么的 先扔掉啊 然后先换取现金保安全 然后你担忧 这个会发生 从浅度衰退变成深度衰退 这个情况会恶化 那这样会跌 会跌的很厉害 但是这个跌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这个 单纯的因为公司盈利下降而导致的 只能是公司盈利下降到一定程度以后 让大家觉得要金融危机了 要赶快这个换现金拿现金保平安了 这样这种情况下会跌的比较厉害 好了 对就是这个观点的话 前面我们在群里面有聊到了吗 就是关于这个 可能加密资产 他不会受到衰退的这个企业盈利下降的影响 这个观点我觉得是挺好的 就包括前段时间 我跟别的机构聊 呃 他们可能有的人觉得 币宣可能会在跟随美股的衰退 然后再一起往下跌下去 穿过星期之类的 我也觉得的话 可能这一轮一万五千五左右 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低点了 这个基本上一一一二零的话 已经是前面预测的很准 对 其实就是有个观点 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紧盯着这个加密货币的话 今年可能最佳一个资产 最最稳定 最安全的一个资产 可能是黄金 因为央行也已经下下下场买了 该买都买完了 然后央行做交易 大家可以看看相关报道 分析评论 他们真的是有一帮高人 有一帮高人 确实是 因为他们那么大的资金体量 买错了以后不能卖 就必须要这个提前量抓了抓得刚刚好 他们为什么会下场买呢 那很可能就是他们通过他们的数据 当然他们的数据也很全啊 各方面的数据分析 这一轮假期周期结束了 然后黄金迎来了一个阶段的底部 需要配置一下 再加上国际关系 国际这个政治关系 然后影响啊 需要这个这个这个 减持一些这个这个 美债啊 配置一下这个这个比较安全的 这个抗风险的资产 对黄金的话 那个BN也可以买 就是BN可以买那个PAXG 它是衰退又有底 然后复苏也有底的一个资产 复苏以后放水预期 它稳定 衰退的时候抗风险 都是所以说是比较一个稳健的资产 我们排除现金以外啊 排除现金以外 嗯 对就不管是这样子 还是说衰退都是利好黄金的 这个确实是挺无敌的 对然后前头说的一个 那个我想起来的 说的这个Sport和那个永续的这个CVD 那个两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我其实做的时候 都是在做短线只营用的 只营或者是开做这个转向 做多或做空用的 我觉得可能真的 如果牛市来的时候 你那个SportCVD直接冲上去了 那个行情已经一天涨20%了 可能就是这个当时 当时马斯克开始宣布 特斯拉买比特币那个时候了 就那个线 那个线真的要讲的话 可能也是会有滞后的 稍微有一些滞后的那个东西 做做短线交易可以 这个这个分钟级别 小时级别都是挺好的 可能看看日渐来判断 他以后有没有牛市 这个可能还要还要 还要这个对 商榷一下 还在这个交流一下 沟通一下 我觉得可能可能还 有点悬念 对就是长期看的话 我觉得后面美股下跌 B圈可能会跟的不会那么紧 不会跌那么深了 就这一波为什么突然一下拉的这么快 突然一下拉上来 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是前面 远古的一些巨金 那些大的大装置啊 他们故意拉的 他们不想让一些机构去抄底 因为前面 对 前面我问了很多机构啊 这些大的一些主权基金什么的 我聊了好多机构了 他们都是这轮没什么抄底 装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对啊 他就没动啊 那个你看 所以所以刚才斯达斯达克福尔看的 那个现货的那个CVD 他就没上去啊 嗯 这一轮其实当时 咱们10月份做那波行情的时候 如果没有FTX这种破事 可能以太早就2500了 大饼大饼早在25000以上了 我我说的这个这个大饼 15000底的这个有个前置条件啊 就是你加密货币圈不能发生 这种自己的这种 这种破事啊 这种破事就是没办法 这个这这这种这种这种事情 极端风险 这是你这个小圈子资产 自己有的独独就独有的一种风险啊 这个要自己评估 但是我觉得可能目前来看 这个风险不是很大 就是关键是加密加密资产 现在有的一种这个自己独特的风险 就是这个偷偷钱 报仓 网友用户钱的这种风险 看到嗯 老师没有在群里分享 说这个GeneSys可能会要申请破产的 这一件事 说想问问各位老师 对这一块能不能和我们简单的聊一聊 道 我觉得短期是个利空 然后长期可能对市场影响 幅很大 从消息面来讲的话 肯定是个利空 然后市场会有一定的恐慌 但是因为你 你也知道企业进行破产之后 都要进行清算的 清算的时候 他很长时间 他的资产是不能变卖的 所以相当于 给他手里的持币进行了锁仓 他无法 他没有办法进行砸盘之类的度过了 就像这一次 FTX倒闭的时候 就产生了一波大的杂盘 其次就没有了 就是因为 他手里的这些资产全都已经锁锁定了 他没有办法 到这儿我再请教一下 就是呃 那上海的这个升级 就是以太坊的 他的一个一个板块的一个带动 会不会也是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回暖呢 那是一个好的故事 一般一波大的行情 一开始先会涨 涨起来以后会出来各种故事 就是继续烘托 这个如果你做山寨臂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短短的可能一个周之内 然后先第一天偷偷涨啊 第二天的时候 有些这个消息灵通的群 有人就开始发了一些这个这个软文 也不能叫软文吧 就发了一些这个公关文 就开始说这个东西 这个供链怎么怎么好 这个二层 这个这个二层的币 怎么怎么样 他因为他需要有人进来吗 这样拉人进来 接继续去拱火助力啊 然后先看到这些分析的人 他可能认可 他就继续冲进来了 继续给多头加了一把地 然后行情又又往上走了一段 到了最后最后慢慢慢慢的 都都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 基本上一个阶段的顶部 因为这个故事而起的一个阶段的顶部 也就到头了 对我个人而言的话 上海升级你没法说特别大的 可能有利好 利好是加速了这个layer2的这个交易速度 利好op 抛压的话 有分析看过 现在他们的散户的平均质押成本在2200左右 那他们现在也是亏本的 你说他们解锁了以后会不会卖 可能大部分也不舍得卖吧 嗯 然后ETH主要还是 最近又有人在说要通缩了吗 通缩通缩又通缩了 嗯 主要主要还是跟着大饼所宏观吧 ETH可能更像一个纯 纯一点的科技股 所以他的这个涨跌幅都会比这个大饼要大一些 大饼这个 加密货币的一个这个特有的一个 特有的一个这个这个属性更强一些 就是他是就就是一个共识类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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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